李柯太太去年底和李柯先生壮宣布离婚结束5年婚姻 原本以为一切风波已经划下句点 没想到最近返台的壮 却接受媒体访问控诉李柯太太有罪 其中包括家世分工不均 李柯太太成名之后性格大变 她为了婚姻几乎放弃所有 却被形容成卵烂男 甚至遭到李柯太太使用冷暴力对待 而当中她最在乎的就是被摸黑成一个 不愿回台跟家人团聚的人 John委屈表示 其实早在去年家人生日之前 她就不断传讯息给李柯太太询问见面细节 却遭对方已读不回 对此李柯太太经纪人大大否认 强调是因为疫情关系加上双方都是公众人物 才请John先不要反台 绝对不是已读不回 经纪人也澄清并非只有John受到女方友人批评 李柯太太也遭受很多攻击 并坦言两人会结束婚姻关系 双方都有责任 我们不想反驳她 但团队都有看到 有些事情跟她讲的不一样 还强调让小孩快乐 是李柯太太现在唯一觉得重要的事 喊话大众原谅她 不针对这些过去的关系里 片面的主观认知 做出反驳与解释 保护小孩才是最重要的